气温下降 冬季必看的洛宇松开始变色了 新竹县恒山香 寒乌大皮 有两三百公尺长 两百多颗的洛宇松沿着野稀矗立 高达五层楼 有的变黄 转红 每天都吸引许多游客抢排冬季限定美景 高耸树木直串天际 阳光下近百颗洛宇松奥利沟渠旁 细长树叶红绿黄建层 恒山寒乌大皮 洛宇松变色了 蛮漂亮的 尤其要有阳光的时候 它的那个光影就看起来非常漂亮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 只是来个两次或三次 这几年来都没有出国 这个很像欧洲的风景 所以我也借此这个疏散心情 觉得很像有出国 所以带着一块的心情 拍拍照啊 野稀旁两百多颗高大洛宇松是三十多年前 当地整治河川种下 绵延两三百公尺长 黄红色雨状松叶 微微垂下 吸引许多民众每到冬天就来这里拍美照 感受冬季大地色系 梦幻美景 一旁还有艺术季创作的白色巨型穿山甲 虽然寒冷风大 有些变成了枯枝 但在蓝天白云相互回应下 更有萧色之美 恒山街二段这边野稀整治的时候 种了两排 沿着那个野稀的河堤 种了两排两百多颗 所以说到现在应该有四十多年 所以说树大就是美 风景很漂亮 你看哪里都很好 你看我们刚到那太阳宫也出来 都很漂亮 吸水沉沉流过 三层到五层楼高的洛宇松 整齐排列 最近天气变化大 想抢拍美照的可得加快脚步按下快门 错过可要再等明年了